臺南市長選戰民進黨選對會臺南 徵詢小組和市黨部以及市議員 座談會後達成共識 以致肯定臺南市長黃偉哲的努力 似乎提前預告 未來黃偉哲將可能參選連任 黃偉哲話沒說死 但這消息傳出來 國民黨多次表態參選的市議員 謝龍健 先禮後兵大聲說恭喜 恭喜之餘 還要反酸一下 這次藍營臺南市長內戰激烈 好多人選被點名 公開表態的 除了謝龍健 還有部分區立委 陳以信 接受專訪時 也點出了其他可能人選 被問到是否辭職參選 陳以信說這是對黨的責任 沒辦法說辭就辭 國民黨往內互打 黃偉哲也沒有比較輕鬆 23號民進黨中常會上 有中常委提到 姓名事件 地方還有聲音 提名前應調查清楚 傳出黨主席 蔡英文總統 也指示臺南三人協調小組處理 黃偉哲想要取得連任提名機會 恐怕這一關得先賣過去 蔡宣王少宇 黃大衛 谷福仙 台南報導